好 接下來我們要來看 是這個郭台銘 剛剛我們在講 這個週刊的內容 報導的這個到底 是真的還是假的 當然大家都會打上一個 大大的問號 因為在這個鏡週刊裡面 他的這個內容裡面 直指說原來還真的有 所謂的什麼 抗寒陣線 然後直指馬英九 就是幕後淫武者 我想這一點我要請教一下 龍戒仙 龍戒仙 因為他裡面講的這個內容 好像都 因為他主要是在講說 這個都是以前馬英九用的人 你看對不對 什麼毛治國 以前的閣魁 聖志仁 以前文件衛主委 還有政委員朱雲鵬等等 然後外傳還有金普聰 打了一個問號 講得好像是會聲會影 所以就是因為郭董 現在找了這些人的話 所以應該就是跟馬英九有關 馬英九在背後操刀 感情 金普聰沒有 你問那個問號也拿起來 沒有 以前我也是馬的發言人 對不對 我挺寒 這個是這樣 馬英九不會去做這個事 第一 馬英九不會做這種事 所有的人 包括我們當時要選市長出選的時候 你只要去找到馬英九 馬英九都一句話 樂觀其成 他不會叫你不要 也不會說你要 樂觀其成 就這樣子 剛好是因為馬英九有一個基金會 是郭董有捐了一些錢 所以大家會自然而然會把它連結在一起 比較合理 可是你說毛院長跟聖志人 邱文達 朱雲鵬這些 是在馬執政時期的政務官 各位要了解 韓國瑜身邊的藥角 那更是 葉匡時交通部長 李四川是秘書長 還有一個廖廖宜 那是內政部長到總統府秘書長 那是馬英九 背馬英九 08年跟12年 就整個全部跑透透 到馬英九敗會過的所有家庭 跟各地方的派系 每個檯面上的人物他都接觸 他其實在挺韓國瑜 所以不要用這樣子 也許有人刻意 其實報導這樣是 好像在替郭台銘跟韓國瑜 各自分裂他們 我講過了就是 你是在分裂國民黨 這些人會不會 你不要小看民進黨的手腕 蔡英文能這麼對付賴清德 現在有一些消息 故意引導到說馬英九 馬英九沒有參選 為什麼現在要刻意去談馬英九 你都沒在想這點 因為當整合完了 民調好了 今天如果韓國瑜出現了 他要不要需要馬英九 其他這些人的力量 一定要 可是我現在就把你打得 你到時候整合不了 各位不要小看 馬英九在藍營裡面 有他的基本票房 所以這一塊 大家會去操弄 我覺得是不一定是 國民黨內的人操弄的 所以大家要了解說 郭台銘會找這些人 我告訴你 可是他是找這裡 馬英九就是在挺韓 我的看法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馬英九的團隊裡面 有分成兩派 一派是治國的 一派是打選戰的 政務官這些執政的 在郭董這邊 打選戰的 跑到韓國瑜這邊 你說馬英九現在是在打仗 現在不是在治國 這樣你看馬英九在挺上 所以我覺得 大家也不要想太多 韓國瑜現在當然 李定宇一尊是只差一點點 當然郭董還有努力 一個很大的空間 我們也樂觀其成 你打得好 打得上來 國民黨有兩個人 三個人 能可以跟民進黨抗衡 那很好 世事難料 你怎麼知道 空出公的不太太太 對不對 林優待會兒給我 天優不切就給我 政治在你眼前一吋以外 本來就是黑暗的 無法預測的 要變怎樣都不知道 現在大家尤其你說 過重的你也不用那麼熟悉 補紙拿起來這樣 這就有心靈 有人 有心人 有人幫你補 這個酒坑為什麼要這樣補 就刻意挑這個 然後把馬總統綁住 大家現在已經有一種概念 就好像馬總統跟郭台銘 他們比較接近 跟韓國瑜比較疏遠 不會是這樣 尤其李四川在韓市長的身邊 他可以讓韓市長很理解的 馬英九總統是怎麼樣一個人 那當然到現在像我們來挺韓 馬總統碰到他也不會 他會說努力得怎麼樣 他也不會跟你說 郭靖雄來過來 你在挺白人 完全不會 馬英九他就對每一個 他是心系中華民國跟國民黨 我們知道他一直認為說 我執政八年以後在我手上 國民黨這個政權丟了 所以我有義務要幫 不管是誰出現 他要幫國民黨再把政權拿回來 所以為什麼1124 去年的九合一 他為什麼馬不停蹄 全省全國在浮選 就是這樣 他到處跑 他是因為我在我手上撕掉政權 所以我希望能夠幫助國民黨 再把政權 所以有人講說他 2020他也要選怎麼樣 之前不是都這樣講嗎 這不是他有一個使命感 只是他投入的就是說 各縣市幫這些 像我們都被他輔選過 這一次也一樣 就是說黨如果是面對 7月28提名以後 你後面到1月11號 你面對的是執政者 現任的蔡英文總統 如果是這樣的話 馬總統畢竟他執政過8年 他很理解 包括整個國安系統檢調 所有的 馬英九就是太仁慈 他不願意用這種政治真防 去對付敵人 他說如果我今天能對付我的政敵 我一樣我也能對付我的同志 你看看民進黨的蔡英文 哪來對付政敵國民黨 賴清德當時還在拍拍手 他能對付我 今天他就能對付你 不是嗎 賴清德就講了 你連我到哪邊開會 你都給我拍照 都跟蹤對不對 同一家周刊 還用國家的資源 用1450來恐嚇我 所以請你的網金手下留情 這個都是行政院長幫我們認證的 所以我們就知道說 如果這個國家在這麼惡搞下去 一個執政者用國家的機器 來對付他的政敵 一樣他就會對付他的同志 我們過去這30年來的努力 就白費了 所以大家賣五歲 馬總統以我的了解 他不會做這個事情 這個政府官 我跟你講 如果要用這樣分 就是在幫韓國語 會有選舉的都在韓國路上 就這樣子 而且剛剛龍健先講到那個事情 我就想到說 同樣也是這個週刊 龍健先你記得 就是那時候不是 也是拍到賴清德 跟幾個民進黨的 不是在臺南市的臺北辦公室 臺北對不對 然後那個時候大家講說 所以小英拿週刊在對付 這個賴清德了嗎 有沒有可能 不要說是小英總統 要可能是綠營故意要製造 這個藍營的分化 所以就弄了一個這樣的料 爆出來之後 反而就讓什麼 讓國民黨製造了這個旗艦 誤會還有對立 這樣子的話 綠營就可以坐收其成了 好了 這個是龍健先 他的觀點 不過說實在話 今天我們剛剛看到這個 郭董的這個態度 其實真的滿替他捏一把冷汗的 因為有志 其實你也很懂政治人物的 一個形象包裝 可是郭董的這個性格 那個霸氣的性格 在這一次 就今天早上他那樣子的一個動作 又再一次的展露無遺了 不是嗎 我覺得剛剛華文應該把腳眠著 他說什麼血壓飆高 我都已經擔心他血壓高 我剛剛講他郭壯師 會不會氣到 現在已經在 痾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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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是你知道嗎 以前 我們在討新聞的時候 都會寫某些政治人物 或者是什麼 大概誰會來那種施壓 或者什麼的 大家都知道 有一次我都在寫那時候 你記得那時候 郭董經常跟一些藝人 傳出消息 什麼劉嘉玲 林志玲 因為新聞很多 我是社會主 我是代筆 他說有時候幫我寫一下這條 我寫寫寫寫 我比較爺語你知道嗎 這比較開玩笑的事 因為社會記者就會這樣 結果財經主管馬上很緊張 有時候這個新聞可不可以改一下 我說我為什麼要改 你改的不就是封我的嘴巴嗎 寒蟬效應 你說要改就改 他說不是啦 這樣子啦 因為我們都戲稱 郭台銘叫郭壯師 我一聽就 那趕快改 那還是趕快改好了 因為會被告 怕他怕得不得了 大家怕是因為他 過去有很多的例子 他有訴訟的那種習慣 當然我相信他 因為他是大老闆性格 如果不合我的意 就換掉員工 換掉議題 換掉什麼 那是他的性格 員工怕他 媒體也怕他 對 你要為什麼要讓媒體怕你 我對比剛剛韓國瑜的那種方式 你們現在不是在VS嗎 你們是不是在尋求大家的認同 選舉不是人越多越好嗎 越多人挺你越好嗎 如果你不是這麼十幾二十年 在我當記者 我相信你跟我應該都有被人 要警告過 郭台銘這條小心一點 為什麼你一直要記者小心一點 你如此跟媒體相處 如果這二十年來你不是這樣相處 你現在又如何這麼辛苦的 要花這麼多的錢去做置入 去做行銷 韓國瑜有花幾千萬幾百萬 去買新聞買媒體嗎 沒有 不需要 因為跟媒體做朋友 跟媒體為敵 那是你自己的選擇 我覺得寒蟬效應 是我們所有媒體人最怕的 而郭台銘 你現在的選舉過程裡面 正好是你修補的機會 你未來可能如果輸了這一次 輸給韓國瑜 你還得回到鴻海 你還得再去經營你的公司 你跟媒體多交往 多去改善你的關係 不是比較好 你為什麼要讓媒體記者 每次伸出那支筆的時候 腦袋都會出現郭壯師 我真的這十幾年來 比較想郭台銘的新聞 我都會想說 要不然王豐讓你寫好了 我幹嘛要去躺這個渾水 然後身為員工的 都應該要趕快把事情做好 那靜平你寫好了 那你寫好了 你不覺得好像周星馳那電影 掉下來了又再撿起來 掉下來又撿起來了 一個新聞搞到大家這麼怕你 何苦 所以郭董我覺得 今天這樣的報導 不如你就笑笑的 如果有就 對啊 很多人喜歡我來幫我 這樣子的氣度 而且我相信媒體 應該會更想要聽你 而不是拿一個媒體指戰盜死 而且社長 你記不記得之前才前不久 我們那時候也在討論 他不是來幫那個 是攝影記者吧 不是還在那邊搶鞋帶有沒有 蹲下來細鞋帶 把大家都嚇了一大跳 這個就是郭董的作為嗎 怎麼跟過去的認知 大大的不同 然後他後來還做了很多 他認為應該是貼近庶民 很接地氣的事情 好 那個時候你可以彎腰 幫這個記者綁鞋帶 可是現在因為一篇報導 而且還是引述了周刊的 這個報紙的內容 馬上就火大了 就在這個今天大書特書 就說這個就是什麼黑鍋 總司令部這樣的字眼都出來 你不覺得非常的突兀嗎 這是不是才是郭董的真性情呢 我覺得一個人到了六十幾歲 才進入從這個職場轉變 進入到一個政治的一個素人 我認為扮演一個政治素人 是非常不容易的 第一個 因為台灣從1988年 尤其是總統直選 就是1996年一直到現在 大概23年的過程當中 我區分台灣的這個政治社會 大概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精英政治的社會 精英政治的社會 第二個階段是民粹政治的社會 現在是一個庶民政治的社會 不管是民粹還是庶民政治 都會有一個特質就是說 你每天都會被檢驗 而這個被檢驗是非常殘酷的 比如說我今天在臉書 或者是任何自媒體上 發表一篇不管是清寒挺寒 或者是罵誰的文章 一定會有人來跟我按讚 但是一定也有人來罵我 如果說因為就有一個人來罵我 然後我就跟那個人對不公堂 我就拿一把刀要殺到他的家裡面去 像話嗎 像話嗎 換句話說 我們既然生活在一個庶民社會 或者說是民粹政治的 這樣的一個社會 或者我剛剛所說的公民社會的話 我們就有一個基本的修養 就是說有志罵我 或者是玉琴罵我 或者是徐甫罵我 我必須虛心的說 他罵我的原因是什麼 好 他罵我沒有道理 我在回罵 我們彼此尋求一個焦點 就是說共識 或者說是大家取的一個平衡點 如果說鏡周刊 對於郭董有任何的不當的指責 你可以提出說明 你就可以像你那一天 非常謙卑的 去戲記者的攜帶的時候 那一瞬間的那一種feel 你能夠再展現出來 你不是說180度 判若雲泥 前幾天才幫人家戲協帶 今天又來批判一個媒體 而且批判錯誤 我們只是一個轉述 或者說是引述 引用 引用有什麼錯誤 請教一下 任何全世界所有的媒體 世界上200多個國家 200多個國家 可能有幾十萬家媒體 這個幾十萬家媒體 請問郭董事長 有哪一家媒體 不曾去引述別人 引用別人的文章 有嗎 你可以舉出一家來嗎 就算郭董事長你好 你買媒體 你買100家媒體 我敢打包票 你第二天你的媒體 就會開始引用別人家的 不管是視頻也好 或者說是文字也好 一定會的 所以請郭董事長 隨時要保留住 你幫別人細攜帶的那個Feel 你那個Feel如果跑掉了 而且180度的這種轉變 甚至於完全的去顛覆別人 對你的那樣的 綁攜帶的Feel的話 我告訴你 你就是破功了 對 真的還是要提醒郭董事長 你現在想要進逐的是 總統元首的大位 但是你未來 如果假設你真的是當總統 然後你手握國家的機器 當媒體對你一出檢視的時候 你覺得不滿意 你還是這樣子 劍拔奴張的態度 會來會不會就把手伸到 媒體的前置言論自由裡面 這你要去思考看看 大家也會去觀察 是不是有這樣子的態度 因為我們看到這個週刊 其實在講點名到 所謂的郭台銘國政顧問團 點名到了前葛魁毛治國 還有點名到了前文堅會主委 聖志仁 朱雲鵬等等 我想請到競評 現在這個週刊 剛剛我們聽到龍介先講 這會不會是有意有人 把這個人拿出來說 這些就是韓國瑜的敵人 然後來製造國民黨內部的矛盾 當然現在好像形成在國民黨內 就是挺韓跟反韓的對決 挺韓跟反韓又有另外一種階段 又變成好像韓國之間的對決 好像變成說郭在吸納反韓的力量 然後媒體這個時候丟出來 當然剛剛幾位前輩都講到說 郭台銘跟媒體的一些緊張的關係 週刊現在點出來這些人 其實在郭台銘剛組成了 這樣的一個輔選團隊 他要選總統的 這樣的一個班底的時候 除了他長期合作的 在國內知名的A咖的公關公司 廣告公關公司之外 然後還有一些他自己的 永齡基金會的執行長 職業還有年輕的一些小編之外 當然最引起外界注目的就是 剛剛講的朱雲鵬 以前的行政院政務委員 還有毛治國以前的格魁 還有這個聖志仁 以前的文件會主委 感覺上好像馬英九的官員 都跑到了郭台銘那邊去了 所以當然會讓人家有見縫插針 然後開始在裡面影射 開始在裡面覺得 你看 對 就很亮 而且還有媒體的人 不少 你剛剛講講 還有媒體的人 也跟馬英九還滿友好的 包括這個馬英九的好朋友 陳昌文 還有甚至像趙少康先生 都幾乎都好像或多或少 媒體都有報導點名說 他們在為郭董出一些點子 出謀化者 不見得是他的什麼智囊團 或者顧問或他的班底 但是幾乎這幾個人 都有在媒體上 大家去Google一下 都有看到這些名字 都在好像跟郭台銘 這一次在選 國民黨黨內出選總統 都有拉上關係 而這些人都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他們同時也都跟馬英九交好 這無可否認的 所以也難怪 剛剛許甫你一開始就問我說 這樣子會不會民進黨也好 媒體就會 你看就是馬英九的就是 在裡面好像是 塑造國民黨內部的矛盾 的確在國民黨內部 已經這個矛盾越來越大 而且我擔心會變成一種裂痕 所以我認為說 就算是挺郭台銘也好 或者是挺韓國瑜也罷 尤其是挺郭台銘 不必要去傷韓國瑜 這樣當然挺韓的 也不會想去傷郭台銘 一樣的道理 但是我往往看到 我覺得郭台銘如果說媒體對他 還有包括說黨中央對他黑鍋 然後打鍋更是不盈利 但是你看看 篇幅一拉下來 往往就比較起來 黑韓的 然後罵韓打韓的 是比例更多 那個是數倍 所以如果郭台銘今天設身議題 這個換個角度場 換個立場想他今天是韓國瑜的話 他不只是血壓不要高 他面臨的這個壓力是排山倒海 而且你要撕多少報章雜誌 你要從這個國內所有週刊 跟這個報紙四大報全部都撕掉 然後你要撕的是多少 你要把所有電視都封殺嗎 所以這個對於郭台銘 他從來沒碰過 所以我才認為果然經濟場域 郭台銘先生是老手 但是你碰到了政治 你就沒有那個抗壓性 政治來說 韓國瑜他還是有他的本能 他的這個生存法也好 他的抗壓性也好 而且我要強調說 為什麼我說挺郭不必傷寒 過去除了剛剛議員有提到說 韓國瑜過去在選高雄市長的時候 你想想看去年這個時候 誰理他 國民黨今天能有今天 當時還沒有想到會有今天 誰看得起韓國瑜 當時大家會想說 當時要幫韓國瑜的人 就今天還有包括現在那個裡面 就要蹭韓國瑜的人 你當時這些人人在哪裡 還有包括今天罵韓國瑜的人 你當時去年的今天你人在哪裡 你在幫韓國瑜嗎 還是你在嘲笑他 結果韓國瑜把整個風向帶起來 把整個身世吵起來之後 大家全部靠過來 好像要開始 就好像前幾天那個 有一個新聞收割到尾 真的好像在收割政治到尾一樣 好像韓國瑜的成功 是我們大家一起創造的 屁 韓國瑜是帶動了 整個國民黨的這個氣勢 今天主客不要異位 也不要倒果為因 所以我才講說 如果你今天不喜歡韓國瑜 沒有關係 民主政治在黨內出選選舉 都一樣 但是你不需要再挺一個人的時候 我會講這樣子的話 我真的覺得語重心長 因為我往往看到 滿支持郭台銘的 包括楊秋興先生 包括杜子誠先生 這些人都不可否認是挺郭 但是你在支持你的人選的同時 你不需要去傷韓國瑜 你不需要從頭到尾從韓國瑜 訪美或是訪美之前 從頭到尾 包括最近深陷了這一些什麼 黑韓事件 你總是已經不是蹭韓的問題 他等級已經提升 我不打韓不快 我真的懷疑他是民進黨的人 還是民進黨的臥底 在藍意裡面充分的 直接這樣子傷韓國瑜 然後楊秋興先生也是一樣 你要跟韓國瑜拆夥了 然後要分道揚標 大家就是君子之交淡如水 不出二言 絕交也不出二言 但是你不需要為了 支持了一個人選 然後就拚命的去講人家 怎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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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如果是郭台銘跟你的班 你跟幕僚的話 你為什麼不去約束他們 因為我覺得你打他 不見得對於女后整合 或是有利於女的初選 能夠更進一步 真是取得更多的支持度 不管是雙方誰當選 你都要去弥平那個傷痕 要去整合另外一方 你才能團結贏得勝選 一個船快破了動了千瘡白骨 你如何能夠在民進黨的 在埋伏的重兵 在前面的海峽的時候 你如何能夠闖過這一關 所以我覺得大家要思考清楚這一點 所以我覺得郭台銘在講這些的時候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 韓國瑜的心聲跟立場 對 所以現在韓國瑜 他就是不斷的在打哈 然後可能甚至都包括了自己人 但他還是非常努力的 要為人民服務 要為市民做事 現在我們等一下 就要來好好的看一看 今天當然就有人在講說 你看他還在那邊耽誤市政 就是滿腦子想選總統 所以都一直在要跑行程 可是我們就要說 真正滿腦子選舉的 恐怕是蔡英文總統吧 馬上回來 好趕快回來看看我們來做一個對照吧 我們要對照誰呢 我們來對照一下韓國瑜跟蔡英文 他們現在當然要拼2020的話 我們就先來看看 韓國瑜對他來講 高雄市政還是第一優先 最重要的 現在我們來看他很努力 上任160天已經鋪平133條路了 誰是他最大的幫手 當然就是副市長李四川 他有專業 他懂得工程 但是對於民進黨來說 這些東西他們都遮起來 都沒有看到 比方說都有市民 你看把這個照片都PO上去了 PO到網路上面讓大家看說 你看我們家那邊 這個是鋪路之前 其實這個路面 我不曉得大家看不看得清楚 這個是比較不平的 你看這邊還有這種坑洞有沒有 這邊還有裂痕 但是現在你看鋪得這麼平整 大家可以看到 柏油剛鋪好的漂亮的路面 所以對於市民來講很開心 而事實上這只是 其中的一個例子而已 偏偏對於民進黨 那些綠營的人來說 他們根本視而不見 然後只看到說你看 你看 韓導他要用假日選總統 而且今天五人小組去徵詢他 你看 竟然也是什麼 平常日 結果韓導什麼 他請假去開總統初選會議 就是為了選舉在拚 可是我們就要一一來打臉 那對照 蔡英文這邊 大家可以看一下 蔡英文 總統 請問在忙些什麼 特別看到鄉親面對面 鄉親面對面 許甫 這好像是他每天那個Line 都會提醒大家 趕快去這邊有一些宮廟 北斗的電安宮 什麼社頭的泰安岩 這邊都是宮廟的行程 對 你看都是預告 行程 預告 行程 預告 結果怎麼那麼多的宮廟 五月份拜了43間 平均一天就要跑1.5間廟 六月份到目前為止才剛開始 已經拜了8間了 然後大概加起來 包括四月份的 再加上三月份的 通通算在內的話 七八十間宮廟了 對 這很好奇 這個管宮廟的 應該是內政部的民政司 現在已經變成是總統的職權 要直接下來 一間一間宮廟的來管 一間一間宮廟的來跑 不過相對我們來看到 蔡總統在拚宮廟 拜廟 這個韓國瑜 大家有看到側翼的團體 就是常常綠營的側翼團體 好像你的位置 你的屁股沒有坐在市長室的椅子上 你就是獨職 你就是落跑 之前說這個假日在選總統 是落跑市長 今天搶著開槍說 這五人小組來徵詢韓國瑜 你就是利用上班時間在選總統 結果人家是12點半的吃飯時間 去跟五人小組會談 1點半就去視察了燈隔熱 這個小組要現在怎麼樣自己打臉 請教美亞議員 對 民進黨雙重標準是非常嚴重 除了剛才我們看到的 蔡英文總統不是也是利用上班的時間 還跑去參訪廟 去拜訪商家 這個到底是不是選舉 對不對 是不是 最近他的初選快到了 他要趕快要抽一抽 拜託大家支持 是 民進黨的人 怎麼都沒有跳出來說一說 我們要講 譬如說以6月1號到凱道來 民進黨在高雄市也是罵得很慘 說韓國瑜你根本就心不在市政 問題是禮拜六是休息日 他利用他自己的休息的時間 然後到台北這邊來參加活動 我們真的看不出來有什麼不可以 並且我們還看到 我記得在前朝的時候 陳菊當市長 有議員在質詢他的時候說 氣爆發生的時候 9點多的時候 市長你明明就在那附近 為什麼沒有馬上做處理 你知道陳菊怎麼說 9點我下班了 要休息 9點我下班了 對 所以你會看到 這個高下立攀 真的差的是非常的多 我這邊要講還有所謂的雙重標準 還有針對於市政 我們看到民進黨在前幾天 不是在議會裡面 把韓國瑜還有整個市府團隊 把市府團隊趕出議事廳 用羞辱的方式 但是我們看到說 你在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你對陳菊有這麼樣的一個 不客氣這麼樣的羞辱嗎 是沒有的 特別是我們說在前朝時代 大家民眾都在關心 氣爆善款到底到哪裡去了 民進黨絲毫不關心 民眾要問為什麼慶富 可以掏空這麼多的一些錢 結果怎麼樣 大家很想知道真相 可是民進黨卻用多數決 否決掉狀況的這樣的一個報告 所以人民真正關心的 民進黨不關心 然後人民覺得說 這個是在一個合理的範圍內 民進黨反而一直怎麼樣 栽贓抹黑 然後用羞辱式的在罵韓國瑜 我覺得很誇張 我在講你們的雙重標準 在用人上也非常的明顯 民進黨是你只要選輸了 一定會一直高升 現在的行政院長 副行政院長 對 都一直在高升 明明是選輸了 但是韓國瑜市長不過用了一個 他認識20多年的人 來當他的秘書 民進黨就又怎麼罵 你李嘉芬幹證 居然用這樣的方式 我們覺得好不可思 我們看到NCC的用人 NCC到底是不是 他應該是一個獨立機關 但是你們民進黨的手有沒有伸進去 有沒有干涉了NCC 我們覺得 一般民眾都覺得是有的 你們怎麼說 民進黨怎麼說 我們在看到中選會 這個對我們台灣的民主 是何等重要的一個單位 你用了誰 李進勇 就是你都會拿去當官 選輸的 更重要的是這位李進勇 他是民進黨人士 雖然他現在形勢上把他說 我形勢上我現在不是民進黨員 但你是不是代表民進黨 出來選舉過 是嘛 所以你的血一流的 還是民進黨的血 我們真的能夠期許說 他在未來的選務工作 能夠公正客觀嗎 還是說你是真的 在2020的時候 你會用奇奇怪怪的手法 想要影響大選的結果嗎 我覺得這個好多的民眾 我們現在接到很多的民眾 在擔心說 未來的2020選舉 會不會民進黨為求勝選 出什麼招 出什麼怪招 這都大家非常擔心的 所以我說民進黨真的 現在這麼多的人 大家說這去年的時候 是因為討厭民進黨 是全國最大黨 所以民進黨換人做了 但是你們好像都還是 沒有學到教訓 還是一樣藐視民意 然後忽略民怨 然後用栽贓抹黑的方式 還是在抹黑韓國瑜 只因為你把它當成 2020的最大假想敵 這都不是人民要看到的 我這邊補充講一下 我們高雄最近有一個 非常大型的事務所的所長 他寫了一個信給我 他跟我講說 請我一定要轉達韓市長 他說因為韓市長不是在講說 我們高雄要發大財 他說很多人在嘲笑 他說但是他以他們事務所 以身作則 他說他們雖然是一個小環境 但是他們這些助理的起薪 他都調高調到3萬塊 高雄其實普遍的基本薪資 都只有2萬多塊錢 助理調高到3萬塊還算不錯 他覺得說我們從我們的小環境 開始做起 因為韓市長告訴我們 高雄發大財 我們希望自己做起 未來整個高雄大環境 可以越來越好 所以我覺得這就是韓國瑜 他帶給高雄 帶給台灣人民一個很重要的 他給我們一個方向 他帶領著大家 他告訴我們 我們的國家會越來越好 所以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 民進黨你總是在想選舉 你只是在抹黑韓國瑜 你到底對於台灣的未來 對於要讓台灣人民過好日子 你提出了什麼牛肉政策 我們看不到 是 待會我就很好奇 蔡英文總統平平拜廟 是什麼意思 是心裡面有太多的 惶惶不安嗎 還是說那個廟 其實跟兩岸 國防 外交 都很有關係 所以非跑不可要平平拜廟 我覺得是大口罩要抱佛腳 對 就是臨時抱佛腳 這答案很簡單 你現在才在到處去廟宇拜拜什麼 這不是求心安 這當然是藉機跟民眾接觸 然後順便幫自己照照事等等 可是問題是 你把國家搞得一塌糊塗 自己的民調這麼低 你現在才做這件事情有用嗎 看起來也有點來不及 而且也是上班時間 這是國政行程 什麼上班時間而已 蔡英文超級超級公器適用的 大家記得嗎 之前有一次這個 好像跟賴清德之間初選的問題 有一個記者會是在哪裡開的 是在總統府裡面開的 對 那時候也被質疑 你怎麼可以在總統府去召開 跟你初選有關的記者會 對不對 你應該譬如說在外面找個飯店 還是說找個在黨中央開等等 對 你在總統府開 跟總統府或者說跟國家大政 一點關係都沒有 這不是公器適用嗎 對不對 甚至有媒體觀察到什麼 他最近頻頻去部隊去視察 他說這個頻率從來沒有這麼高過 為什麼 因為他要選舉 他現在去視察部隊會有什麼 會有新聞 會有議題 會在媒體曝光等等 坦白講他就 這某種程度也是什麼 拿國家資源 在做你的選舉之用 更不要講賴清德 你最好的夥伴 沒有 跟他最競爭的夥伴 曾經肝膽相照的夥伴 都質疑蔡英文說什麼 你拿國家機器再怎麼樣 再搞自己的初選 對不對 這是賴清德質疑的 這是你民進黨講 怎麼會是從國民黨去質疑你 所以類此種種都證明了 就是說蔡英文她現在 坦白講她現在心裡 沒有國家大政 她現在心裡只有自己的選舉 怎麼幹掉賴清德 是她的首要的業務 對不對 這一些活動基本上 十之八九都是什麼 都是跑選舉 都是跑政治團 可是這種反回來就是說 她除了跑自己的政治團 也要用公器適用 她另外公器適用 也展現在什麼 修理韓國瑜身上 大家不要忘記 這一連串 從韓國瑜擔任市長之後 這一連串透過國家機器 來修理韓國瑜的事情 太多太多了 包含陳吉仲 農委會1450的案件 對不對 包含陸委會陳明通 對不對 之前私言講說 只求溫保子就是禽獸等等 更不用講蘇貞昌 我們的行政院長也參一角 他前陣子不是質疑韓國瑜做什麼 你只有去什麼 你只有去參加過一次 那個什麼 院會 院會都不來等等 後來被我爆料 我找了一下花媽陳菊的資料 結果他去了 三次 四次 幾次 四次 三次 韓市長已經說他下禮拜會去了 他肯定肯定會超越陳菊 所以說就是剛剛我們講的 就是兩套標準或什麼 我這已經不足以形容蔡英文政府 這已經爛到根 爛到底了 尤其你們自己在辦自己的初選 的這個階段 你竟然還有臉去質疑別人 去修理韓國瑜等等 事實上自己才是真正 這個國家最大的亂源 所以我拜託蔡英文 就是說再怎麼樣 你自己還是一個國家元首 你那個奮技 你要拿捏清楚 韓國瑜當然 他現在已經決定要參選 沒有話說 可是你看他在拿捏那個奮技 包括我們今天講 他中午事實上 跟五雷小組在哪裡見面 是在外面 是在那個人間會館 他不是利用辦公的時間 也不是利用公家的場所等等 這個才是政辦 所以蔡英文政府 不要這個什麼兩套標準 然後只是把自己怎麼樣 不斷的秀下線 所以這一種 蔡英文我說真的 我對於他要初選 我覺得他岌岌可危 如果再這樣搞下去 我看他搞不好 連初選這一關都過不了了 是 所以我沒有耽誤市政 就不要說我耽誤市政了 我沒有說過我要恢復18% 也就拜託 不要把我沒講過的話 塞到我的嘴巴裡了 我們要來還原一下 許副 對 我們來看到 當初這個新聞出來的時候 就是6月1號在凱道 當時韓國瑜上台之後 結果我們就看到 國家的通訊社 中央社 他其實就有一個報導 一個照片 他就是說 韓國瑜在凱道上台的時候 說要恢復18% 這時候當然很多的媒體 趕快轉載 大家因為 真的嗎 大家想說奇怪 我們宣傳傳播哪有 就是說可能 韓國瑜有講 我可能沒聽到 但中央社寫了 結果這個報導就開始渲染 變成韓國瑜要恢復18% 接著還有什麼一些 不分區的議員 開始幫他算算盤 就說韓國瑜要恢復18% 每一個人我們要多繳了 一萬兩千多塊的稅 這都是韓國瑜的主張 結果大家查一查 凱道回去掉一下袋子看看 韓國瑜沒講 沒有聽到這一話 完全沒有對不對 對 查一查結果 是5月29號的時候 其實當時他在接受議員的質詢 對 包括了議會的 吳亦正的質詢 包括了李萊希他的訪問 當時是有討論到這個議題 他只是說他尊重 他希望能夠有這個程序正義 他從來沒有講過18% 對 所以我們要還原一下 到底怎麼會造成 這樣子的一個誤會 所有當公務人員 當軍人 當警察 在年輕的時候 他都很清楚 如果當初就告訴他 你退休之後 你會活得越老 領得越少 他來得及轉業 人的青春只有一次 他為了安定 知道現金不多 吃不飽 餓不死 他願意犧牲這個 為了換了一個安定 服務人民 他選擇了公教金 到最後老的時候 他才發現政府不守信 大概新加坡淡馬席 是公教6% 香港大致上大概是4到5% 我們中華民國是2% 這裡面是不是有問題呢 這裡是不是有人魔不張呢 還是有結構性的病態呢 不知道整個國家 就是公教人員是最大最大的一個 等於是中流砥柱嘛 你讓這些人退休的害怕 現意的惶恐 未來要考公教人員 他是不安 那這個對國家有什麼好處 一點好處都沒有 所以我覺得我對軍公教的看法 我覺得政府承諾的 這一部分不能悔改 就是恢復 你絕對不能悔改 人家的所有的服務人員 青春已經沒有了 六七十歲七八十歲了 這個時候你告訴他 你要改他的年金 這是政府私信於人 我覺得這個是太嚴重了 所以大家看到 就是議會質詢的時候 被議員問到 那麼韓國瑜是這樣講 可是他也沒有說 我要恢復18% 在昨天我們也看到 韓國瑜他提出了四點聲明 強調了他的立場 就是沒有 所以沒有講過的話 不要塞到我的嘴巴裡 他特別說 政府不能失信於民 你一定要跟民眾 要先做好溝通 而且是要多數決 但是偏偏看到之前 這民黨政府是強渡關山 所以要過就讓他過 再來一定要尊重法律 還有年金基金效能 應該要改善 最後第四點 政府不能夠債留子孫 我們就要想想看 怎麼會像剛剛徐甫講的 中央社會有這樣的一個報導 說6月1號凱道 當時韓國瑜這麼說 我們也覺得很奇怪 請問你是真的聽到 韓國瑜在凱道這麼說了 還是你是看了 蔡英文總統的臉書 因為大家要知道 在6月1號凱道會師的時候 當時韓國瑜到台上4點45分 他那天有提早上去 結果我們聽完全篇 就是沒有說我要恢復18% 奇怪了 結果在當天同一天 同一天的下午是3點51分 蔡英文的臉書上面 PO了這樣的一篇文章 他說韓市長主張要取消年金改革 恢復過去所謂的18%年金制度 奇怪了 所以韓國瑜在凱道 有那樣造勢的場合 這麼說了嗎 有說要取消年金改革了嗎 蔡英文總統你怎麼會這樣說 說韓國瑜說要恢復18% 然後後來的中央社 就又發了一篇報導說 他在凱道有講這種話 這個時間點真的非常巧合 我們其實要叫他競品 這個感覺起來29號的質詢 蔡總統兩天沒講話 6月1號韓國瑜要上台的時候 突然發出了這個說 韓國瑜要取消年金改革 這是巧合嗎 這個是中華民國總統 最大的假新聞 蔡英文跟中央社 你要不要罰錢 你們之前不是在講 這個假新聞假消息 要推動入法如何如何 你們兩個一個是總統 一個是這個國家公器令 納稅人民前國家立法院 編列通過預算去致意 你所有中央通訊社 國家的公器 中央社跟蔡英文 你們要優先 被列為警告的對象 因為這個是之前 吵得非常行 因為你們在製造假新聞 蔡英文是製造假新聞的來源 你的臉書PO出來之後 中央社再去抄你蔡英文的臉書 然後再把它這樣子PO出來 一個時間點未免太過巧合 中央社你是不是在散佈假消息 所以這是一個很典型的 公器私用 中央社你是把自己當成 是民進黨的文宣部 還是蔡英文底下的 一個文宣小組 臉書PO文之後 馬上要在網路上 你是不是要試圖 在網路上塑造一種黑韓的輿論 然後另外一種就是說 韓國瑜講過了 還是他不敢承認 所以韓國瑜跳票 如何如何 就是要黑韓 黑韓無極限 無極限動用到這種 國家公器私用 這是可悲 而且可恥可必 尤其是韓國瑜 剛剛我們看到吳亦正的質詢 吳亦正雖然他在裡面質詢 他在質詢的時候 他說恢復 恢復 這個就像議員一樣 我們在質詢的時候 官員講什麼 我們質詢我們 就像昨天看到李喬如 跟韓國瑜在那邊火爆的 對背詢 打詢 一樣 韓國瑜不會去糾正他 就好像李萊希他訪問這個 他在吳亦正質詢完韓國瑜之後 他也去訪問了韓國瑜 他也在裡面提到 相同的類似的字眼 韓國瑜也沒有去否認 就是沒有去反駁他 他沒有去反駁他 他不會去問他 或是你講了什麼什麼 沒有必要 他在訪問他的時候 他不需要去跟他 好像大處理夠一樣 就好像吳亦正在跟他講的時候 人家在問他這個問題 你也許說他必中究竟或怎麼樣 但是至少人家沒有 從嘴巴裡面說出來 我贊成恢復18% 我認為我主張應該恢復18% 所以韓國瑜講得沒錯 韓國瑜說我沒講過的話 韓國瑜沒有講過的話 請塞回去你自己的嘴巴 塞回去蔡英文你自己的嘴巴 中央社你把這個稿子 撤回去 但是不會了 這種殺傷力就造成了 所以為什麼一定要 連蔡英文身為國家元首 你現在不好好地去治國 你已經開始把自己 不管是黨內初選打賴清德也好 然後準備 一副我已經準備黨選了 賴清德被我踩在腳底下 民進黨已經被我統一了 民進黨都已經被我買通了 都已經被我收服了 都沒問題了 然後準備我就是 民進黨提名的中央選 賴清德你算什麼 然後就把賴清德放在眼裡 準備我要去準備打這個 黨外最大的最強的 可能對手韓國瑜 開始要造謠 選舉選到這麼奧部 還有半年7個月 半年多6 7個月的時間 蔡英文你就是迫不及待 把自己弄成這麼下流嗎 一個國家元首 把自己弄成一個造謠者來源嗎 這不是很好笑嗎 所以無疑的 我相信韓國瑜他是軍人退伍 他是專科班 陸軍官校專科班畢業的 他絕對支持軍公教人員 因為他講這些話感同身受 他今天要講的就是一個公平性 韓國瑜今天講話的重點 是一個人的青春就只有一次 國家不能私信於人民 而且政府曾經承諾過他們 不能私信於民 他強調是程序正義 包括他說考試院底下 已經有一個權序部了 對於公務人員的 所有的整體的升遷 退休之後老年的撫恥照顧 很完整 你為什麼要再去成立一個 年金改革委員會 跌床駕屋 韓國瑜的話 你不去好好的省屍 然後你只是斷章取義了 去把他做這樣的黑寒的一個 最大的一個攻擊的破口 我真的是覺得 他們是無藥可救了 沒有一體可打的嗎 軍公教因為這樣子 不但不會支持你蔡英文 蔡英文這個時候 不要選舉才如何如何 軍公教不會支持你 你不要選舉才來摸頭 醒醒吧 蔡英文 馬上回來 好 不但人要打擊韓國瑜 甚至還要波及到他的家人 最近我們看到 像是沒了電子道 董事長吳子佳 他其實不是都已經挨告了嗎 可是他還是有話說 好 繼續來看看 他甚至又在說韓國瑜 為了初選 他把自己塑造成一個被害者 結果他怎麼說 說很低級 這很奇怪 什麼叫很低級 開始爆料的人是誰 這就是吳子佳本人 你現在你有新的料 或是你有證據 你趕快拿出來 好像變成DOT WEEK GO這樣子 說你韓國瑜 現在逼得我去法院 你真的很低級 你把自己塑造成被害者 不是 大家在等你說 你說你的證據造極在哪裡 你不是要拿出來嗎 沒有看到 很奇怪 然後我覺得他跟名嘴 知名媒體人黃光琴 兩個人常常講的話 好像又各說各的 比方說之前說什麼 有婚外勤 私生女 然後可是針對私生女的部分 黃光琴說我不會幫他背書 那之前 然後現在他又講了 這個黃光琴說 韓國瑜私底下透過孫大謙 聯絡吳子佳請多幫忙 而且他還說所有的一切一切 什麼婚外勤 這些說法 都是為了要鬥垮李嘉芬 他說鬥垮李嘉芬 可是他說 我認為沒有什麼要鬥垮李嘉芬 這回事 是 這個兩個都拖不起來 對 兩個人就各說各的 好 然後再回來孫大謙 孫大謙的部分 到底有沒有去聯絡吳子佳 因為吳子佳的講法 好像是說你看 孫大謙打電話來拜託我 希望能夠和解 可是孫大謙他怎麼解釋 他講 我是有打電話給吳子佳 那個時間是在6月2號 因為有報導就講說 凱盜那樣子的造勢之後 吳子佳就不爆料了 所以我就要打電話來求證 要搞清楚是怎麼一回事 所以也沒有所謂的 要和解 對 變得好像 原本是說我要了解你 到底你還要不要爆料你 還是你不爆料了 變成講成好像是說 拜託你多幫忙 不要再繼續打韓國瑜 我們現在龍傑先生 這到底 這物理看花了 誰說要和解嗎 誰提出要和解 韓國瑜就把你搞 還是要和解什麼 對啊 暫也開場了 這種事情有時候在中間 要幫忙或怎麼樣 因為大家在檯面上都有熟 吳董我們也熟 在節目上也都 也都會談一些事情 評論以外的角度 大家相互研究 有時候也會交換一些情報 交換意見 對不對 民進黨內部很多消息來源 他也提供我們不少 就是說他跟民進黨也很熟 可是當碰到這種 這個就是緊急紅線 這個就是說你對 譬如說我現在我支持韓國瑜 你對韓國瑜 這是一種人格磨殺的一種 說法的時候 我當然我就會很謹慎 包括如果說我要問吳董事長 除非我是要求你出來跟韓國瑜 道歉 而且這個我必須公開的談 這個才可以說我是 而且韓國瑜也沒有授權 任何人這樣 依我理解 當然別人我不知道 他沒有授權我們 我們不可能去碰這個 而且現在是 等於是我們整個支持韓國瑜的人 是跟他在打仗 對不對 是站在對立面 對立面 所以這個時候都要很謹慎 很小心 尤其是他又另外的 還有其他的媒體人 又藉著 好像現在沒有談韓國瑜 就沒有收視率 沒有談韓國瑜 就沒有點閱率 所以他就藉著韓國瑜的事件 拿來評論 當這個評論擴大的時候 那是不是又要回去 難道我們還要去求證 吳董事長吳子佳說 某某人的評論 這樣是對嗎 然後你有跟他有這樣講嗎 此時都不宜 因為現在已經提出控告 就是要還一個清白 檢察官也已經開庭了 所以韓本 原本為什麼說這個事情在 6月1號已經用行動證明了 你不要說那有的 我就是要韓國瑜 至於有沒有 司法已經介入偵查 所以這個時候包括像我們 如果想要去了解什麼 或介入什麼 都要非常非常的謹慎小心 不然你恐怕會造成說 如果我一句話講錯了 影射錯了 變成好像韓國瑜要謝龍介 去跟人家求和 開玩笑 這樣到處就鬥病 又不會是有的 你又怕人家說 要再去跟人家說起來 這五歲就大條了 而且真的搞不太清楚 明明是提告的人 會想要去跟被告的來和解嗎 應該是那個被告的人 比較想要和解吧 馬上回來 孫大謙跟吳子佳的電話 到底談了什麼 為什麼要打這通電話 謝謝他嗎 讓韓粉站出來 當然孫大謙委員 他自己已經證實 有這通電話在6月2號 不過第一個一定要澄清 這絕非 絕對不是韓國瑜受益 孫大謙去打這通電話 孫大謙委員他坦白講 他很善意 他只是想要了解到底吳子佳 到底是不是後續還有沒有 爆料或不爆料等等 只是單純的想去了解 所以絕對沒有跟官司 要去求和什麼 都沒有 吳子佳自己也說了 沒有關係的 跟官司沒有關係的 來 社長 官長 現在大家要記住一點 大家閉上眼睛 大家想一想 除了吳子佳跟部分的綠營人士 黑寒 在4月17號之前 綠營的人士居多 可是4月17號之後 黑寒的雜音為什麼越來越大 難道是4月17號這一天 九星連珠 南北極的磁場大變化 或者說是彗星撞地球嗎 為什麼會這樣子 為什麼在4月17號之後 這個分水嶺 黑寒的人 藍營的人 尤其是一些名嘴 媒體 為什麼越來越多 大家思考一下 所以我認為 這是一場寒流與金流的戰爭